好,我们接下来讲PEGP 讲PEGP,咱要提到Fast CGI 讲Fast CGI,我们先讲CGI 因为Fast CGI就是CGI的Fast 快通过网关接口 为ATTP服务器与其他机器上的程序 服务通信交流的一种工具 为不是为 CGI程序必须运行在网络服器上 传统的CGI它的性能很差 这地方你看 每次服务器遇到动态程序时 都要通过重新启动解译器来使用解析 所以它那种在高并发的场景下 普通的CGI不行 所以就诞生了Fast CGI 当然了传统CGI它的安全也差 所以已经淘汰了 然后说一下Fast CGI Fast CGI是咱们今天的重点了 可深说的高速的在ATTP服务器和动态语言之间通信的接口 这句话如果懂中文的就知道 Fast CGI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接口 是一个什么样的接口 这是形容词 在ATTP服务器和动态脚本语言之间通信的接口 高速的通信的接口 在Lincer下面 Fast CGI接口 就是Socket Socket Socket 我们一般理解就是进程 Socket 文件和IP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把动态语言和ATTP服务器分离 所以Fast CGI优点 多数流行的这种服务器 ATTP服务器都支持Fast CGI 包括NGX Apaq Lite 它都支持Fast CGI Fast CGI实际上是一个CS架构 有没有讲过CS Client server 对吧 和它对应的 还有一个叫什么 浏览器 Server BS 对了 你看 它可以将 HTTP服务器和脚本解析器分开 同时还能在脚本解析服务器上 启动一个或多个脚本来解析守护竞争 这地方我就不给大家读了 我直接给大家讲 这张图谁画的 这张图不是力道画的 这张图是19期的王洪志画的 王洪志 这张图是用Electric Trader画的 AI 王洪志用Electric Trader很QB 所以将来咱们也可以学 或者我们将来要画图的话 可以搞个设计的Photoshop来给咱们画图 他们画图真的很QB 可能还要升到一个数量级 准备词不要说话了 今天 你只是听我讲 改天 你们到网上看一个新的软件的原理的时候 可能它的图也不标准 但它的文字可能比图描述的更好 你要有能力根据文字 再跟它根据它那个裸露的简单的图 你要描自己能够画成一个复杂的图 这就是抽象能力 我的几任领导不给我做个定论了吗 给我定了八个字 勤奋努力 善于总结 其实我给我自己的认为 我的抽象能力还是不错的 我的控制和抽象能力 我能把一个复杂的东西抽象成 容易理解 当然也不行 高考的时候 我分数也不高 也就这个这个 五百过一点 然后高中的时候考进前 在我们班进前三十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在我们班 然后到现在为止 那根们是考高中超上来的 然后就这么牛逼 开销店 开宾馆 怎么开 怎么开起来的呢 想搞定第一桶金 对 有钱人的女儿 我们是一个宿舍的 我拿一个蓝色的 好多 首先 咱们角色给搞清楚 搞清楚 最左边 我还加一个吧 对 加小人 这小人原来我也画不好 现在我画的就是 我觉得 我靠 这笑话不直 你 反正你看起来还是比较专业的 对不对 好 小人 就是用户 用户 然后 这个是 外部服务器 小一点 然后中间的是 PGP服务器 NGX负责什么呢 是图片 CSS JPG 还是点大 JPG G IF CSS JS 什么 什么 PIR ATML 等 等 这些内容 都是NGX解析 都是以静态的 NGX解析 我们在NGX里边 会配一个location location 没有屏桌吧 我可能 去匹配 这个中间 我忘了啊 你匹配一个 对应的扩展名 在咱们里面 就是PHP 这样的扩展名 如果匹配上的扩展名 我们会给它做一个 后抛的动作 这个后抛 就是 Fast 的 CGI 帕 先 给它抛到这个动口上 然后 这样 这个Fast CGI 我们把它认为是 客户端 Fast CGI 的客户端 好 由于我们输入了一个以PEP结尾的程序 所以到我四个标签的时候 他就找到了location 结果就找到了 所以就反过来了 他反过来的时候是 IP 端口 这样的形式 对吧 好 那我PGP server 他 在启动 LPM 这样的进程 多个 多个 他监听的端口 就是IP 9000 明白吧 所以 这个PEP请求 连到我PGP server上的时候 我的进程 是不是监听到了 就监听到了 这个进程 EP -LPM.conf 这个进程的数量 最多配多少 刚开始配多少 最少配多少 这个进程 什么时候超时 等等 是由这个配置文件 进行配置的 好 当这个请求 抛给PGP server的时候 PGP server 对应的LPM 就监听到 NGX发来的请求了 监听到程序 会再起线程 它会再起一个线程 会调用 PHP的解析器 就是解析 PVP程序的 这个 引擎 然后 把这个 PVP程序 进行解析 那是怎么写的呢 什么东西 是CONN吗 我忘了 就是在数据库里边 你可以配置 DB的一个IP 然后DB的一个用户 DB的一个密码 后边还可以配端口 这是在PVP的连接文件里面配的 然后他们就能联络 好 这个Wrapper 启动了一个线程 调用解析器 把这个程序进行解析 NGX NGX拿到请求 拿到数据 把数据给 用户 那PGP解析器 它也对应一个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叫做 PVP.NI 所以PGP 它有 两个配置文件 这两个都有 都可以进行优化 我们常规来讲 都是优化解析 所以这个比较重要一点 这个是和进程数量相关的 LNMP 它的一个 预行过程 和解析 原理 老那儿教育 那一般 你知道我为什么很多时候老加这个东西吗 我再告诉你们一句 一个优秀的 架构司 也一定 是一个好的销售 你 公司的预言部门不用 开发部门也不用 产品部门也不用 你自己写的方案 也能就是说完善 你写的方案永远没有完善的机会 因为没人用 你能完善吗 这个产品市场不用还能完善吗 是完善不了的 所以你看 有一些 有一些CPU 招开发 他也说 招架构司 我需要 这个加构司 有销售能力 所以一个优秀的讲师 既被销售能力 这就是销售的最基本 三句话 不理问 让你的朋友来学习来 我们老男儿教育品牌这么好 你也认可 你有没有信心 说服他 来学习来 不一定给他看 他 他 他 我靠 这哥们原来不如我 他那么牛逼了 我也得去 他说没钱是吧 来 我今天跟你解决一下 没钱的问题 咱们解决一下 怎么解决学生没钱 将来 你们卖产品也是一样的 我这个电视 我这个iPhone6000 我没钱 怎么办 先不说这个 我给你说一个 咱们利用心理学一个 没钱 没钱 你没钱 你的 你的父母有没有钱 没有 好 父母也没钱 你的 你的 你的亲戚 叔叔 阿姨有没有 你真的没有朋友 你连朋友都没有 你是不是更该学习了 你还怎么在社会上混 连朋友都混 对吧 你还混个什么劲 你在社会上混得多失败 对这样子 没有 没有 还有他做到没什么 将来你架构师 写了一套 比如说 写了一套 这个这个 CMDB平台 然后 运运部门不用 你怎么跟他销售啊 让他感觉到他现在很 对 对 你看你们运运部门 故意还整个部门都没关系 对不对 每天多累的 一熬到半夜 然后这个 对吧 跟媳妇 弄啥的时候 就营销了 这架构师把产品营销下去了 别人用你的东西了 你是不是就有功劳了 信不信 摘你 反正 你们刚才说的很配合 很 很好 基本上 我要一对一跟学员讲的话 基本上会跟学员说的 哑口无言 从08年到111年 这三到四年 整个是我一个人不招生 我就自己靠下招生 所以销售能力怎么练的 我就这么练出来 招完生 然后我讲课 招完生讲课 边讲课边招生 所以 因为在公司里边 不用你的东西 不用你的东西有几种 第一 我不能和你人 你在牛逼我不用 任何你人了 这人还不错 但是就是 东西挺low 所以不用 老男孩之所以混到今天 之所以在公司里边 能拿到四万五千块钱月薪 并且是将近四年以前 就靠这一张诊书 看一个 或者是三个人 三个人轮番也行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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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